看到这幅图组有先后次序 这就是现在网上的地方叫灵堂花海 又叫东九灵堂花海 那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现在在东九龙文化中心 现时来说都不是全面开放的 这就是东九龙文化中心北边楼梯 就放了灵堂花海 原意那些人搞这些东西 就是吸引人或者游客来打卡 那问题就来了 你见到这里来说 为什么被人叫灵堂花海呢? 就是原先来说 他弄了这些所谓LED的花 原本这里是白色的 一片白茫茫的 被人看上去 还一级级的 看上去就整个灵堂 那些街坊呢 晚上走过 见到这些白白白的花呢 还怕 那怕到 就是你想想 就是 令到街坊不舒服 走过 有些少少不安 那 见到他就補飞了 立刻 用帆布呢 就把这些白花 那 那盖完白花 盖了几天之后呢 那便开了 那便变到啦 那便变到啦 见到啦 那白花里面呢 有些颜色的 那又说有些白花呢 就将它上了色 就变了就不是全部白 但是呢 问题的来了 这个叫灵堂花海呢 老实说 他现在摆这个位置 是不是巧合 还是精心安排 他精心安排 被人打卡啦 那这个灵堂花海呢 他说用了五十万哦 这样做哦 那这个东九龙文化中心呢 就是2016年呢 十二月八号呢 就是动工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陆陆续续 就会开放 那样的了 但是问题来了 你讲回这个 东九龙文化中心 就是2016年就动工啦 那同一年 较早时间呢 你见到这里啦 这里啦 看回这幅图 右手边这幅呢 就是这个灵堂花海 对到正 这里呢 其实是一座新的大厦来的 那新的大厦啦 还没做新的大厦之前呢 其实这里呢 是那个叫陶大工业大厦 看回Google的地图啦 见到啦 这里啦 就是这个东九龙文化中心 那边呢 那个楼梯呢 就是现在放在灵堂花海那里 那这个呢 就是陶大工业大厦 那里 那里 看回这里来说啦 用一条尺度过去呢 这里就是灵堂花海的位置 用一条尺度过去呢 就百多米而已 那灵堂花海 对到正一正啊 那个工业大厦 那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相关的新闻呢 那这个就是陶大 很出名啊 那个叫做工业大厦 迷你仓大火 那这个呢 出名之处呢 就是说他烧了很久 烧了108个小时 不重要 是导致两名消防员殉职 那跟着这样的烧法 导致两名消防员殉职 那座叫做陶大工业大厦 上面的迷你仓 那整座烧了之后呢 那整座要拆拆拆了 现在是建了一座新楼了 那建了一座新楼 究竟 现在这座新楼建了之后 那当时有两名消防员在这里殉职 那算不算很邪呢 这座新楼 你看回就是说 你说说叫做菜颠簿 那件什么呢 就是说 谋财害命啊 剁成一块块嘛 剁成肉杖 那样 那个 它枝解的地方呢 就在叫做 大埔啊 就是一个 村座里面嘛 那枝解了之后 那座衣服就肯定变成凶宅了 那究竟现在是变成什么 没有人知道啦 就有没有人住呢 有没有人知道啦 就等于送给你 你住不住啊 那座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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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住了 要都不要 那时候有些人说呢 就不如拆了它 重新起过 那有些人也都说 就算你拆了 重新起过 但是空间 是曾经做过枝解那样东西嘛 都算是空宅那样的嘛 那现在呢 这座 看回这座了 涂大工业大厦 拆了再建回 那这座新的大厦 会不会 又是 真的有点凶凶的呢 那问题就来了 其实这个位置来说呢 大家有留意 2019年 那时候呢 这个叫做反送中运动 那出现很多年龙场的嘛 那其实这个呢 这个叫做 灵塘花海 这个位置一对落呢 就是那时候这个 年龙场来的 那这个年龙场呢 有几出名呢 那有些人说这个位置是九龙湾 其实这里是属于牛头角的 那这个年龙场出名之主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十三歌啊 有个人 被人打了十三拳 都没问题 都还捱得住 那就是这个位置了 就是这个年龙场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个叫做 东九灵塘花海 现在 就是说 有人标签它是灵塘花海 还说要被人打卡 究竟 就是说 现在的情况 去到这样 你 会不会去打卡呢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